大家看看一斤菜就是你眼前 好像一個吃飯碗那麼呆呆舊的菜 現在就加回去之前我做的豬肉和冬菇 時間的關係已經將冬菇和豬肉混合在一起 然後再加一些豬肉 如果那些菜怕它沒什麼味道令肉淡了 那就加一點生抽在那些菜上 但又不可以太多了 如果不就更難起膠 好 接著現在就把它攪拌 攪拌在一起 就要加一點生粉 因為那些菜的水份比較多 兩茶匙左右 然後就攪拌 攪拌至起膠為止 就是會全部黏合在一起 就不會散 最重要就是那些菜一定要拿乾水 要不然它就會令到那些肉會很散 但現在它不是很散 因為拿得很乾 平常攪拌 平常攪拌我不是打斜 就是這樣 打斜給你們看很難攪拌 攪拌至黏合在一起 就可以放一會兒 放到它 你覺得有些彈性 就差不多可以用來包 一會示範如何包 現在就示範如何包雲吞 要預備就是剛才的餡料 跟著就是上海雲吞皮 我就是在豆腐店買的 它有兩款 一款就是四方形 一款就是圓形 那我就發覺四方形 這隻會好吃一點 圓形那隻就會 那些皮會厚一點 這隻就滑一點 其實它就說同一隻粉 不過我就覺得這隻好吃一點 那首先就放一些生粉 在碟裡先 跟著自己的手也拍一點生粉 包是容易到不得了 這個包的方法 首先就是 放差不多一份量的肉 隨你自己喜歡 就是多少 但是當然多就不要多到爆 那放下去吧 跟著呢 將它對摺 是超級容易的這個 我會看到一個 閉上眼睛都會吃爆 然後將它屈一屈 然後 這樣就可以了 即是放的時候就這樣 這樣就有一隻了 試多隻了 如果看得不清楚就試多隻 放入餡料 然後 放入餡料 然後呢 其實因為餡料呢 它有黏性 所以你不用自己擦蛋漿 或者再加生粉水 來賣口 就這樣把它對摺 其實它都 你看 它都黏住了 已經 綠的時候它不會爆開 然後呢 鬆一鬆 就這樣把它對摺 就是這樣了 你去綠的時候 它是不會散開的 示範完畢 拜拜 可是我的目標 還要找到 你的目標 這麼多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